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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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打到BOSS 沒什麼血 直接搞定 我們成功征服試煉之塔的100層 這個頻道是做了一些關於遊戲的新資訊 以及直播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回來 這個刺客教條終於來了 這個全新魔靈 特別召喚 我們可以看到多了四個角色 包括艾齊歐 然後是巴耶克 然後是卡山卓 最後應該是《維京紀元》 我自己也很記得 因為最近 這個艾玉爾 哇 傷腐 超漂亮 有這些新角色抽出之餘 如果大家想課課的話 記得 左邊有個聯領禮包 可以在這裡看看 因為我覺得這些比較划算 因為相對應有刺客教條的召喚書 然後在活動方面也更新了 有一個活動很佛心 原五星亞太爾是免費送的活動 跟大家進去看看 大家多玩PVP 以及多打關卡 這樣就很容易完成了 這些符文也有加15套裝 之後進去也非常有福利 然後也有聯名活動福袋 這是第二彈 可以用魔靈技能升級的活動 加上有很多福袋 換很多禮品 福利也非常厲害 這裡可以升元五星聯名的魔靈技能 最多五次 這是元四星聯名的魔靈技能 也是最多五次的 最後就是特別聯名的神秘召喚書 大家抽10次 就是送一次給大家 大家進入地圖方面 還有刺客地下城給大家玩 這次的合作 大家不要錯過了 有很多福利和很多東西玩 今天的目標就是 攻陷C煉之塔100層 完成之後 可以幫我們的魔靈升一升技能 之外 還有一張超越召喚書 可以召喚五星的魔靈 非常厲害 事不宜遲 我們來到試煉之塔 接著已經打到99層 我們贏了100層 就可以獲得這些召喚書 加上豐厚的獎勵 第100層是波士 亞斯塔羅斯 很多技能都會弱化我們 包括防禦和攻擊速度 當然還有一招的被動技 是扣我們血的 我們要帶五隻角色 就是塔伊倫 可以幫我們冰島敵人 即是控制著敵人 這樣非常好用 符文方面用了集中和絕望 令我們的控制能力更高 接著就是光派珍妮 可以幫我們挑釁敵人 我們要用暴走和集中 純粹推高他的血 幫助我們更加坦 接著就是塞佩特拉 這個塞佩特拉純粹幫助我們減低敵人的攻速 也可以幫助我們最後打BOSS 打比例傷害 非常好用 接著就是奶媽弗蘭 亦是用暴走和祝福的 純粹就是加高一點攻擊 讓他幫助我們補血時補多一點 當然要有少許生存能力 就加祝福給他了 最後一隻就是羅琳 他的符文是暴走和集中 很簡單 暴走就是要我們進一步削弱BOSS 集中當然會令我們的削弱效果更容易命中 這五隻角色帶進去打100層 我自己覺得蠻舒服的 再提提大家 其實打100層之前 基本上我都是用這個組合打上去 用自動也一般贏得到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贏不了用這個組合 微調一下也OK 這些是給新手玩家的推薦 當然你是老手玩家 你可以暴力剪過 大家可以看到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已經控制到對面 動也不能動 然後減減攻擊速度 對面是完全任我們打的 第一回合都沒有什麼要注意 純粹按自動 到只剩下一兩隻的時候 手動用攻擊 就不要自動亂放技 始終第二回合開始的時候 還是要一次放多一點技能 就會比較好 例如我們的控制 例如我們第一回合 到最後把技能都放掉 有時候自動會幫你放掉 到了第二回合 最初用不到 可能會比較難打 來到第二回合 我們會看到三隻 會幫他自己復活的 一個被動技能的角色 我們專注打了一隻 對 對 清掉前面的火雅 這樣就很容易了 火雅即是火屬性的 雅爾基里 大家看到 紅色有對翼的就是 看到我們差不多打死他了 死了之後 有被動技能幫他復活 我們針對著打中間這隻 很快又可以再搞定他了 只差一下而已 好 這裡用了挑釁 更加安全了 好 大家看到他復活不及時 再針對其他的雅爾基里 去搞定他 這樣就很容易過關了 這關也沒什麼特別 如果大家用我這個陣 以及我這個符文去打 針對一隻一隻去打 就很容易過了 話後沒完 又控制對方 兩隻兵 另一隻暈倒了 這裡我們把最後的雅爾基里 基本上對面就沒什麼威脅 就很容易過關 來到第三回合 即是100層 我們直接看到大佬 有一個加速的補充水晶 一個防礙的恢復水晶 其實如果你以我這隊伸手帶進去 用齊我的角色 基本上連水晶也不用理會 當然如果你是差一點 那你就自己再調配一下吧 基本上我這個組合 都是很平民的 透過一些新手活動 都可以獲得這些角色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看到我們是非常輕鬆的 打對面的BOSS 看到他的行動條 是完全被我壓制 基本上是不能放技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重新玩 又或者是新手入坑 記得了 一定要升卡烏格 即是大家看到右邊的雙槍 很容易打到敵方 遇到PVE的BOSS 令到他動也動不了 這樣就相當輕鬆 可以圓到100層 我們這麼快打到BOSS 沒什麼血了 直接搞定了 我們成功征服試煉之塔的100層 很輕鬆 我們還拿到召喚券 原來的100層 現在打開寶箱 就看到四至五星的傳說召喚書 接著我們回到召喚師之路 幫我們的魔靈強化一下技能 這是新手活動的其中一個很重要 有時候可以幫你升到技能 盡量選擇塔伊倫 如果技能升高 會更控制 還有五星召喚券以後 當然是抽一下 好 我們拿到這麼多召喚券 當然是抽一抽 看看究竟是哪一隻 四星完美召喚 獲得還刃母女 其實我本身有一個 如果中多一隻可以升技能 還有一個五星的召喚書 又看一看 看看能否中到我心儀的目標 這個也不錯 五星的火奧雷克爾 聽說這角色PVP也不錯 不知道大家玩開這遊戲的你又如何看呢 希望這條影片能夠幫到新手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LIKE和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看到這條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按下加入會員支持我的頻道 還有分享給朋友們 讓他們不要錯過遊戲的資訊